大家好 本專題為時事星球 在報告前先來看一段30秒動畫預告片 現在進入主題 本專題目錄包含前言文獻探討 專題設計專題成果及結論建議 前言研究動機 新聞報導的熱門議題與我們學生息息相關 所以本專題從中找出健康飲食 校園霸凌家庭暴力及環境污染四大主題 這些問題不及時處理會變成社會問題 甚至延伸成全國性關注的問題 研究目的 以探討實施議題為藍圖 設計短篇動畫及建制多媒體網站 引導大眾了解現行所重視的社會議題 研究方法 我們的研究方法分為文献探討 食物網站設計及動畫繪製 研究流程 一開始先擬定主題並撰寫專題企劃 即動畫網站等食物設計 最後完成實體結果 微信探討健康飲食 根據研究報告顯示並從口入 近年來離婚大腸癌人數持續增長 問題出自於我們食用的食物都加入非法添加物 加上不當的飲食習慣造成肥胖的問題 校園霸凌 找其霸凌方式通常是面對面的 但隨著網路通訊發達 霸凌者開始利用社群網站 以匿名的方式去謾罵別人 使受害者身心受窜 在停暴力 近年開始關注的高壓控管 就別於傳統家暴模式 教害人利用暴力脅迫控制對方的行為自由 建構自己在家中絕對的決定地位 控制和順從有些相識 因而難以察覺 全靜污染以熱門議題埋害為例 氣旋浮粒子PM2.5 是我們肉眼看不見的微小顆粒 因為體積小 所以容易侵入到人體內 當吸入PM2.5時 它會侵入肺部 穿透到肺泡 引發呼吸系統的危害 應用技巧 本專題團隊運用高二多媒體 所學課程Flash Illustrator 的軟體製作動畫及食物網站開發 並搭配雲端資訊 電製Weblin線上行動學習 專題設計 網站核心 動畫是利用SAI軟體 繪製4000多張圖像 並用Flash做逐格動畫處理 網頁則是利用Illustrator 繪製所有元件 並用Flash加入語法與動畫 並利用專業課程所學 延伸至研究分析及雲端應用 專題成果 網站設計 網站以四個主題 設計不同的版面及配色 動畫設計 第一則健康飲食 是在讓大家了解 健康飲食的重要性 第二則校園霸凌 是呼籲大家杜絕霸凌 避免讓更多人成為受害者 第三則家庭暴力 若遭受到家暴時 可以撥達113尋求協助 第四則環境污染 是在宣導 從生活中的小事做起 也可以達到減能減碳的效果 周邊商品 我們利用動畫角色 研發出LINE貼圖 並與四星球結合設計圖案 推出漱口袋及隨身包 線上推廣 透過Weberley建置14星球 提供使用者電腦版 與手機版兩種選擇 手機版可掃描QR Code 進入行動學習網 讓使用者方便學習 結論與建議 結論 結合網路平台達到推廣的效果 讓更多人可隨時獲得 有效及正確的相關資訊 我們也為本網站進行問卷調查 根據調查結果 有88%的學生認為 本網站最有興趣的地範圍動畫 9成以上的學生也滿意動畫內容 符合我們所想傳達的觀念 建議 建議學校結合課程教導正確觀念 及開發線上問答APP 本專題報告結束 謝謝大家